他是在望角出生的孩子,父亲开店铺,卖衣服,家境平平,中学毕业后,便开始混社会,做过三十多份工作。 他在餐馆洗过盘子,上班第一天就是洗了一整天血淋淋的包皮舌,他当过办公室文员,在做演员之前,最后一份工作,便是做模特的经纪人。 古天乐说,其实我最不喜欢演一些很有钱的人,就好像完全不关我的事一样,演一些跟普通人接近的角色会好一点。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得还算帅,所以念书的时候也有过明星梦,但是做完了就不敢再想了,为什么呢? 因为如果加入娱乐圈,就要面对全世界的人,你猜不到其他人会怎么样看你,会觉得有这样的人生难以一直气壮抬起头。 但是如果没有入正行,你只是在家人朋友面前自卑,至于女朋友等时机成熟,再告诉他也可以,不过当艺人游不得你时机成不成熟,几时会被挖出来,真的不清楚。 当时没有想到了要做正行,只是找到了一份制作公司的工作,埋头苦嘎罢了。 另外,我希望社会可以对行为意识有先差的意识,以宽容的心对待。 不要一翻两瞪眼,立即判死罪,舆论所给予犯错人的压力,真是不是外人可以体会的。 这是我低血低汉换来的经历,1990年,年仅20岁的古天乐,因为抢劫罪被判入狱22个月,出狱后的古天乐对媒体回忆了这次刻古明星的经历。 早在15岁时,古天乐就开始进入社会,喂,不是啊,两个人手牵手,那时我被对方找借口。 如可能是巧合,或是喝了点酒,但是几个月后,那个好友跑到监狱来跟我说, 是啊,我真的和他在一起了,这句话简直就像炸弹一样在我脑中炸弹,后来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 一开始在牢里面打架,打一次就增加一个月的刑期,当时我非常冲动,谁阻止我我就动手,后来就多做了半年多,刑期由一年多加到两年整。 古天乐说,因为那些可笑的男人之气,白白多浪费了那么多的光益,幸好,在这时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修女叫我怎样做人。 她每次和我说话,都会说到自己哭,终于让我清楚了人始终要长大,不可以永远躲在自己的区域内,在原地踏步,在监狱这个充满阴暗面的地方,暴力,血腥处处在不经意中爆发。 到今日我觉得监狱就像一个娱乐圈子缩影,里面龙蛇混杂,有很多精英分子,也有许多混混,就像这个圈子一样,有个字的规则,蠢的人被利用。 听的人随便讲一句话,就可以令下面有好多变化。 敢打架会有很多人奉承,感觉似乎很威风,到了差不多出关时,大部分的人开始收敛,因为在打架行期就会增加。 不过一收敛就惨了,就好像娱乐圈,收敛了会怎样呢? 有些人就可以看你了,如果你没胆量,在里面的阶段就好像进去时是个BB,出来时就变成大人,可能都已经年老了。 好多人生的变化在里面,叛逆的青年则会任由人欺负,在牢中免不了和其他人的冲突。 吵架,打架是避免不恶的,但为了早点出去,都会知道限度,可惜的是将女朋友误托损有。 女朋友的感情背叛,好兄弟的不讲义气,令鼓添了悲奔厌世,这时的她犹如一头受伤的狮子,谁靠近都有危险。 情绪随时处在一点就交的临界点,在面对别人的挑衅后,绝对不会再顾及了,因为她正需要可以发泄愤怒的方式,打架闹是成为她那一段时间,一直干的事了,因而付出的加行的代价,也要家人心疼不已。 后来在修女的苦心劝导下,古天勒也明白了自己不能原地踏步,意识到人迟早要长大,开始有了好转。 当时,古天勒对家人每个星期三次看望,并没有过多的在意,也有可能是习惯了。 后来沉寂在背叛的伤心当中,更加没有去留意到这些。 直到一个光着三号风球的日子,古天勒怎么也没想到这么恶劣的,甚至其他人都不会出门的天气。 父母会跑来看自己,再回想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,自己对他们讲尽一气,现在身处监狱,他们却都消失无踪。 自此以后,古天勒也逐渐意识到,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,慢慢发现爸妈是失去了自己不行的,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要为他们着想,不再去考虑以前他们有没有打过我,有没有疼过我。 他们两个生我出来养大我,因为我维系着两个人的关系,年轻的时候可能曾有过很多冲突,但始终没有分开。 到了后来更因为这个儿子,而使他们的感情更加稳定。 不单只是这些事情,相处下来开始留意到父母身上,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东西。 没有人会像家人那样无私在爱你宽容你,对你永不放弃。 古天勒也开始把心渐渐从外面转移回了家里,并决定痛改前非。 出狱后,面对社会的冷谈,古天勒的性格也渐渐的自卑孤僻起来。 就算别人不知道他的坐牢经历,他也会有一种心虚的感觉。 不敢随便和人做交流,做一切都开始小心翼翼谨慎起来。 有时候你只能对着家人才会有安全感,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永远不会伤害嘲笑自己。 但对于其他陌生人,也很清楚他们没有义务和善心去同情你,给你机会,每个人都有防心。 再不是,每个人都了解愿意去了解宽容你的社会。 刚刚出狱的人只能做防心更重的那个,气里都会掩盖从脑里出来的人,面对社会的冷漠对待。 我当然也一样,尽管家人爸妈,弟弟都在身边鼓励。 但是找工作就出现问题了,并不是说哪样工作,人家都会问我有没有暗底,就像洗碗工,只有大的机构会注意。 但是总会觉得自己很心虚,自卑,不知怎样面对人。 古天乐回忆说,这样找工作的问题就变得更大了,家人给了足够的支持。 古天乐也顶着压力,硬撑着剩了很多份工作,这些工作尽力的艰辛也让他更加了解,体会到家人的辛苦和努力。 并开始真正的开始关注到家里的人了,努力的工作成为他当时更要去做的了。 因为他想要他们过上好的生活,赚钱养家成为迷茫时期的他的主要目标。 一份支持,一份关心,有时候真的可以拯救很多濒临绝望的人走回正道。 千人的可贵和无死可能,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,一份感动换来的浪子真心的回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